想說假如他們有需要的話 我也願意支付 例如說那個他們律師的費用 或者是說他們有需要一些律師的諮詢等等 我也可以請我們公司的這個律師 來給他們做一個協助 其實昨天黑衣人陳建州的這個 性侵遺雲的這個事件呢 今天早晨我看到同事傳給了我 就是有一個女孩子 他就敘述這個NONO 對他想要性侵的這個事情 看得我非常的震怒 尤其我後來看到這個網路上面 有一個小紅老師 然後他也是非常的生氣 所以今天打算對NONO 提出法律的這個告訴 那我就很擔心就是說 這個小紅老師 以及這些二十幾位的受害者 可能在這個法律上面呢 可能比較有所不足 所以我也想說 假如他們有需要的話 我也願意支付 例如說那個他們律師的費用 或者是說他們有需要一些律師的諮詢等等 我也可以請我們公司的這個律師 來給他們做一個協助 對於昨天啊 那我說那個 針對陳建州 他們夫妻 這種吃人夠夠的這種行為 我的憤怒 所以我表示 願意贊助 胡椒健贊助 這個大牙的這個律師 所有一切的費用 當然我在網路上 也看到有一些人呢 行言行語啊 說啊 這4866要趁這個熱度啊 其實我想要跟各位講 我在今年已經會休了 那我現在的生活呢 過得非常的充實 過得非常的忙碌 我完全沒有必須喔 我完全不需要去趁這些什麼熱度 那對我來講 根本就是沒有意義 任何一個人 看到黑人夫妻呢 只會去欺負喔 去那個 用法律去壓迫這個被害者 只要是一個人 你都會跟我一樣 非常的深信 有經濟能力的這些人呢 當然我們大家可以出錢出力 去幫忙 那對於大多數的人呢 我們也可以在網路上去譴責他們 那這個行為呢 就是什麼 這就是社會輿論的一個壓力 但是呢 對於這些冷言冷語 酸言酸語 對這個事情完全沒有建樹 只是對於這些很熱心很熱忱的人呢 想提供一些幫助的人呢 講一些這些廢話的人 我覺得大可不必 請你閉上你的嘴巴 我早上我就非常的深切 其實我本來是想說要請我的那個 我們的首席律師喔 來出來幫那個大雅 來打這個官司 我說沒關係 那這個律師的這個費用呢 就大概來出喔 那絕對不能說 讓被欺負的人還這樣被糟蹋 我們誠懇的道個歉 我想大家還是會有人會選擇會原諒你 結果你不是你是仗士欺人 仗著自己 可能現在事業比較有錢喔 然後也比較有這個勢力 你想要用法律這個東西來叫人家閉嘴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看到這個陳建州 黑人喔 就告在這個大雅的這個事情喔 我才終於懂了四個字 什麼叫做仗士欺人 你知道嗎 你欺負了一個女孩子 然後你今天人家那個出來公布這個事情 正常來講喔 待人處事的道理 就是說或許說以前年紀比較輕 比較不懂事 還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誠懇的道個歉 我想大家還是會有人會選擇會原諒你 結果你不是 你是仗士欺人 仗著自己 可能現在事業比較有錢喔 然後也比較有這個勢力 你想要用法律這個東西來叫人家閉嘴 來那個用這樣的行為 我早上我就非常的深情 其實我本來是想說 要請我的那個我們的首席律師喔 來出來幫那個大雅喔 來打這個官司 但是實在是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律師最近真的是太忙了喔 那我後來就想一想 我說沒關係 那這個律師的這個費用呢 就大概來出喔 那絕對不能說 讓被欺負的人還這樣被糟蹋啊 近來MeToo浪潮席卷台灣 包含政壇 娛樂圈等 都有受害者站出來發聲 日前大雅 周宜佩 發文痛訴2012年 在黑色會美眉時期曾遭黑人陳建州姓騷 陳建州則透過律師聲明全盤否認 不料昨晚 28日間又有第二位女星出面指控黑人 藝人 阿元 郭圓圓在臉書貼文指控黑人姓騷 並詳細描述兩次姓騷細節 對於第二人指控黑人經紀人也16字發聲了 針對莫須有的指控 我們不再回應 郭圓圓寫下信遭詳情 他表示第一次是發生在黑人松菸的辦公室 黑人稱 有一些衣服品牌的東西想送他 這次碰面前黑人曾傳訊息 傳自拍照給黑人哥看看呀 而當時正值飯飯懷孕期間 讓郭圓圓感到非常疑惑 當天碰面時辦公室只有他們兩個人 黑人突然從後面環抱他 說要輕輕 郭圓圓不停掙扎 黑人則繼續按住他說 你先親我一下 你先親我一下 郭圓圓說後來黑人斷斷續續傳來的若無其事的訊息 工作上的關心 以及他自己生活中其他的琐事所以不了了之 沒想到第二次黑人要說要送衣服 鞋子給他 直接把車停在馬路上要他上車 郭圓圓直呼自己被趕鴨子上架 慌忙的上車了 黑人將他載回家 並倒飲料 威士忌給他喝 不料過沒多久黑人整個人壓上來 郭圓圓遭丟上床 是他與飯飯的主卧室 然後又被很輕易的抓抱起來 到另一個房間拋到另一張床上 郭圓圓表示自己不斷掙扎 奔力掙扎 他輕鬆抓抱起我的樣子 讓我覺得我像棉花一樣輕 我一直說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或大聲或小聲的講 頭腦非常混亂 甚至感覺到黑人的下體 他放聲大哭 黑人又像是突然醒來 好啦好啦我帶你回家 文莫郭圓圓也透露自己站出來發生的原因 他說我們都希望壞人踢到鐵板 我們都不想成為那塊鐵板 不為什麼 畢竟當時安撫自己好久好久 在得以平靜過日子的現在 要再主動說出來 除了得再讓自己難受一次 還得迎接勢必會如浪打來的媒體報導 查餘飯後 即充滿惡語無知的質疑與檢討 當那塊鐵板太不容易了 當那塊鐵板太痛苦了 當那塊鐵板的每一位 讓人欽佩 心疼 敬佩 郭圓圓也喊話大牙 大牙 辛苦你了 我對黑人陳建州已經不存在原諒或不原諒的心情 因為這件事在我心裡很早以前就過了 剩下的是我跟我的事 然而 現在決定說出來的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我不想讓大牙只有一個人 而大牙也在留言區痛哭寫下 我哭了 我懂你的害怕 我哭了 原來他的魔爪聲這麼長 好心疼你 我不是一個人 你也不是一個人 已經有超過八萬名網友按讚聲援 而網友從郭圓圓臉書肉搜到他與黑人的合照 發現他當時正為黑人公益計劃 Love Life姻緣 沒想到卻在期間遭陳建州印上未碎 網紅陳怡就在臉書痛批 很多人在喜風向說黑人陳建州做了很多好事 熱心公益 既然你們想買贖罪券 那就來聊聊黑人做的公益吧 多年前黑人曾經賣公益T-shirt Love Life一件580塊 結果被爆出他一件只捐出100塊 對此黑人表示製作成本180塊 還要扣除營業稅和營鎖稅 他不知道會負擔多少稅額 所以先預留稅款 不過如果是交給慈善團體來賣 根本不需要扣稅 黑人用他的公司去賣主打公益 帳目卻不清不楚 就是在消費公益 跟賣愛心比沒什麼兩樣 從此 Love Life變成了Love Life 另一方面 昨28日深夜11時33分 陶晶瑩也針對MeToo事件在臉書上發生 姐姐妹妹站起來警號MeToo 貼文一出 迅速吸引大批網友按讚留言 短短4分鐘便超過1000人按讚 有網友挖出約22年前 由陳建州與羅志祥 Makio共同主持綜藝節目 TV三件客 當時Kiss新幹線 單元特別邀請剛出道的SHE 擔任特別來賓 其中Selina抽中與陳建州一組 Selina須戴上眼罩坐在座位上 陳建州則在嘴上塗了口紅 由道具軌道滑向Selina Selina必須按下暫停鈕 才能不讓黑人清到她臉上 結果Selina來不及按停止鈕 陳建州最後當場 積穩Selina成建州事後撥頭髮露出爽翻的表情 讓Selina當無連慘叫 崩潰表示 為什麼我覺得有舌頭的感覺 目前郭圓圓的發文經過13小時 累積超過28萬讚 2.3萬則留言 1.7萬次分享 底下更是有一整排欄勾勾回應